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旧式最高你频道,我是献忠 我在这分享有关精彩生活以及电脑学体相关知识 如果您也感兴趣这些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就能够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哦 影片开始前,温馨提醒,请记得开启CC字幕档 还有影片请看到最后哦 记上一次跟大家分享键盘快速键CTRL及SHRT的组合键 相信对大家文书处理很有帮助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强大的快速键组合 就是键盘中的Windows键或称作视窗键的电脑键盘快速键的组合 再次提升我们的文书处理的速度及效率哦 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快速键有哪些按钮 画面上红色框框的部分是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部分 好,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Windows组合键呢,是个人觉得最常用的 如果您也知道其他的Windows组合键 欢迎在下面留言帮助更多的朋友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Windows再加上键盘上面英文字母的D的按钮 它可以直接回到桌面 再按一次呢,会回到上一次开启的视窗 比如说我现在桌面这边有开启三个视窗 当我按住Windows的按钮的时候 再按一下键盘上面的D 这时候这三个视窗都会缩小到下面的这些工作链里面 再按一次的话 三个视窗会全部回复回来 当然我们不是要在上班的时候偷玩游戏 然后看到它本来就快速缩小这样 所以大家上班还是要认真 那这个快速键是不是很简单呢 再来是Windows按钮 按住再按英文字母的1 这时候会快速打开档案总管 我也可以再按一次又开启两个 再按一次开启三个 当然我不需要开那么多 这时候是我们可以透过 档案总管去管理我们的档案 这是快速打开档案总管的方式 接着第三种方式是Windows的按钮 按住之后再加上数字键 键盘上面上面有1到0的数字键 这个可以开启快捷列的程式 那快捷列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 那这边有123456789 目前有9个嘛 那你可以对应的这个位置呢 比如说1它是一个小算盘的位置 那我Windows的按钮按住再按键盘上面的1 这时候我就会开启这个小算盘 那我就可以快速的启动快捷列里面的这些程式 那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小画家 那我就Windows按钮按着再按3 这时候我就会快速启动这个小画家 那有的人会跟我问说 老师那这样子你这个快捷列的这个程式是怎么用进去的 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东西你只要是捷径的东西 它是可以放在这个快捷列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LINE 我把它放在这个快速结晶列里面怎么放呢 比如说我可以先找到这个程式 LINE的程式 好在这个地方我点一下 这时候各位准这个LINE的图示呢 按滑鼠的右键 这时候呢 他可以去做盯选 盯选到工作链 就是把这个LINE的图示呢 把它盯到这个下面的快速结晶列里面 好那我按一下 他这时候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那1234567890 刚好是第十个 那我就按Windows的按钮 再按这个键盘上面的0 这时候我就会开启这个Windows 里面的LINE的这个程式 接下来是键盘上面有一个按钮 叫做Printer Screen 其实萤幕截图这个功能是蛮常使用的 那今天我来分享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Printer Screen的按钮 在键盘上面直接按一下 就可以把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桌面的这个画面整个 截取下来 这时候我就可以开启小画架 然后去把它贴上 或者是贴到LINE或者是贴到Word里面去做使用 那我现在按住Windows 然后再按3 开启小画架 然后刚才有按了Printer Screen 我就把它贴上一下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刚才我截取的桌面的画面整个把它贴过来 再来第二种截图 螢幕画面的小方法是按三个按钮 就是Windows的按钮再按住Shift 再按键盘上的S按一下 这时候螢幕会变黑 那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区域呢 去做选取 我就按住滑鼠按钮的左键按住 然后去拖曳我要截取的这个画面 然后放开 这时候呢 它就会把刚才我所拖曳的这个范围把它复制起来 那这时候我一样可以贴到小画家 或是贴到line 或是贴到word去做使用 那比如说我现在打开小画家 我一样把它贴上一下 就是可以看到我刚才截取的这一小段的这个画面 再来第三种截取这个画面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透过Windows的按钮再按Printer Screen 这样子的话会把我目前的这个画面呢 直接存成档案哦 然后存在哪里呢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你可能按完之后不知道存在哪里 好那我先把它按一下 Windows按钮按住再按Printer Screen 那它会闪一下 就是我已经把它截取起来了 它会放在我们电脑的这个图片区 有一个萤幕截取画面的包包里面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刚才截取的这张图 就会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也要知道说 截取完之后 这个档案到底放在哪里 这样子它会变成存成一个档案 一个图片档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去存 就是放到小画家再去编辑啊 这样比较方便 这是第三种截取的方式 再来是Windows再加上V这个按钮呢 它是一个选择性贴上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 Ctrl再加上V呢 它是一个贴上的动作 那如果是Windows再加上V呢 这个动作呢 它会做一个选择性贴上的动作 也就是说它会开启我们电脑的剪贴簿 把我们刚才所有复制过的这些东西全部列出来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刚才复制的东西去做贴上 那我实际操作一下就是Windows的按钮按住再按V 这时候它会列出我刚才有实际操作过复制的一个动作 像荧幕截图这个按Print Screen这个按钮 然后它会产生一张图片嘛 那我再按Windows再加Shift再加S呢 它也会让我们选取一个区域范围去做截图 然后第三个就是直接存起来的这个档案 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去用这个功能去选择你刚才复制的东西 然后去做贴上的动作 好 再来我分享一个就是Windows再加一个据点的这个按钮呢 它会有一个小图案的快捷列出来 就是所谓的Emoji这一个这个小图示 那这个可以在很多平台来做使用 比如说你在这个比如说网站的一个地方 你要输入一些图案啊 或者是一些文字指标什么的啊 你可以用这样的小图示 或者是在Line里面你也可以用这个小图示 或者是在这个比如说IG里面你也可以用这个小图案 为什么要用这个 因为用这个呢 它可以比较跨平台来使用 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有些贴图你贴上去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些乱嘛 比如说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我现在是按住这个Windows的按钮再按去点 好 这时候它会开出这样的一个小视窗 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这个剪贴布的位置是一样 刚才剪贴布在这个地方嘛 那这边就是有一些图案 可以让我们去做贴上的动作 那你看这边也有一些小图案啊 还有一些气球的造型的图案等等这些 你如果透过Emoji 这个小贴图的话 在跨平台使用比较不会有问题 这是一个额外补充的一个功能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Windows再加上Tab键 它是一个工作视窗的检视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作用区 这个工作视窗是哪一个 我可以去直接去选择我要的这个工作视窗 举个例子来说 我现在点选几个这个视窗出来 那这时候呢 我按住Windows的按钮再按Tab键 我就可以去找我要的这个工作视窗 好 这个时候可以去选择我要的工作视窗 是哪一个 那我现在的作用区 我要点在这一个 它就会跑出这一个画面出来 好 这个就是工作视窗的检视 因为有可能 你下面可能会开了十几个视窗 你要找的时候就非常难找 这时候我按住Windows再按Tab键 我就可以去找我要的这个工作视窗 好 那下面这边也有新增桌面的功能 我就不再这个介绍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 就是有的人会使用一个桌面两个桌面 都有可能 那就依照你个人的一个喜好方式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Windows的组合键 我是个人我觉得最常用的 那如果您有还有其他的这个Windows组合键的方法 可以在我下方留言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就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